3月28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办的 以中国西藏教育现代化和受教育权保障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会邀请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西藏教育问题, 从多角度展开交流研讨。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习饶尼玛认为, 西藏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各族群众受教育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西藏寄宿制学校为保障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 促进西藏教育公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林指出, 西藏各族群众享受现代教育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发展成就。 西方指控所谓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是毫无根据和极不公平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格桑卓马指出, 西藏和平解放前, 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以上。 现如今,西藏教育整体发展基本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 高原现代教育正朝着高质量均衡化的方向大步迈进。 研讨会邀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家学者对主旨发言进行现场评议。 各位评议人表示, 中外学者的发言以自身多年的调查研究为切入点, 充分展示了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多年来, 西藏教育发展的光辉历程, 有助于世界更加客观真实, 全面立体地了解新时代西藏的人权保障现状和社会发展风貌。 据悉,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 为将于今年8月召开的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拉开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